对阵XYG我觉得他们也是新上来的一支比较强悍的队伍 我们也是要赢下他们才能稳稳地进入技术赛 所以我们队长他们要打得更稳一点 然后把我们自己的风格打出来 好的 欢迎回来马上将进行的是常规赛 最后以X组的对决XYG对阵佛山 GK两支队伍的收关之战 第一局是由XYG拿下了 前面其实清风也有说 他们只要拿下一小局就能晋级到就在胜者组当中 但第一局感觉运营牵制打得还是蛮好的 就是XYG的开团决心要更强一些 对 今天西河几个时机 开团时机找得特别好 还有就是弗兰GK这一把的话 虽然清风在刚才那个片段里面说 今天打得稳一点 他是挺稳的 但是弗兰GK其他人就经常在被开 一直在被开 就有脸探草的一些操作 是的 得要赶紧调整调整了 大家看一下第二局 蓝色方弗兰GK红色方XYG 首先弗兰GK是把蓝搬掉 然后出地掉了林梦这边的火舞 一个蓝灵王加一个不知火舞 这把大桥是出来了 弗兰GK一楼职业拿死冲锡 那XYG按照他们的那个体系来讲的话 是可以出大桥的 对 他们大桥是一个绝活 但是目前在外面能够克制大桥点比较多 世界那么大 我想来看看 先拿手马可波罗 大桥不着急 而且这样的话 他的阵容就没有定性 后面可以变 那为什么要在前两楼直接出马可 因为马可出来的话 一般都是说看到你有一些 比如猪八戒或者夏侯顿这样的前排 我拿出来进行消耗克制 但他先拿出来的话 有可能队线会被克制到 对 但他要的就是中期打团的一个能力 这把的话 弗兰GK是一选了一个史梦西 XYG他后面中路 可以考虑拿一个周瑜 跟他去对着琴线 然后配合马可 在中期的时候 可以打一个很好的消耗效果 看到弗兰GK这边 纳克路加上夏侯顿 就是看到非常可爱 漂亮的加罗小姐姐 比了一个爱心过来 你有收到吗 是很有诚实的 好 你个直到 不跟你聊了 来看一下XYG 三楼 三楼 周瑜 果然是出周瑜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思考BP 我在思考弗兰GK后两 就是最后那两楼 可能要拿什么 还有XYG他后面的一系列的东西 没有注意到小姐姐刚才发送的那个爱心 好 很专业 专业的分析棋 来看一下周瑜拿出来 感觉 XYG这一套 确实前三楼拿出来 中期的一个对抗会很强 对 而且看XYG 他后两手这个BP 先搬了一个孙并 孙并的话 会让弗兰GK这套阵容里面 更有利于开到XYG 他们的这个中路 尤其是中路周瑜这个点 那后主位 最好再搬一个鬼骨子 要防一下弗兰GK 他一个鬼骨子 加纳可露露 加沈梦希的 这样的一个高爆发的组合 上场弗兰GK在对阵的 成庆狼队的时候 就是拿的这种 类似的这种鬼骨子 加纳可露 确实效果非常非常好 阿改的进攻属性 那是发挥到极致的 所以XYG 做了功课 搬掉了鬼骨子 弗兰GK是搬了一个摇 是阻止了一下 摇马的一个组合 然后搬盾山 然后看到外面没盾山 XYG就出大桥了 大桥很自然地 出到手里面了 但是搬盾山也可以理解 毕竟如果让XYG 拿到一个盾山 加马可的话 那弗兰GK 因为没有东皇了 且中路是一个沈梦希 也不是像西施周瑜的 这样一个英雄 对盾山的压制 并不是很大 他们就没有办法 在下路压到马可波罗 所以把盾山搬掉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下路 能拿到优势 可以压住马可波罗 考虑到了下路对线 但是大桥在四楼 让XYG拿出来 好像目前场上 能够去打大桥天敌 只有一个纳克路的爆发 他们只有靠高爆发 打没有办法把人 从大桥的电梯里面 强制推出来 现场 英凯也是在准备采访问题 上次英凯就说 导播老师 能不能在红色光的时候 给我镜头 蓝色光有点诡异 好 来看一下XYG 最后一楼选择出了 老夫子 老夫子加大桥 而且也是把整个阵容的 一个开团属性 给加强了一下 XYG这一把的话 除了前期的时候 马可波罗和老夫子 这两条双边 可能要弱势一点 中路 中野都还是可以的 而且有大桥帮周瑜 琴线带着一起转 会打得更加快一点 这把阵容看下来的话 我觉得XYG的阵容 自己想要的东西 都拿到手了 对 就感觉这一套是葡萄糖 已经深思熟虑后的一个结果 而看到弗然GK 因为他们在蓝色方 他们先把自己的体系亮了出来 就考虑到XYG 这种情况下 应该不会出大桥了吧 结果大桥出来了 对 结果他们还是掏了大桥 配了一手老夫子 这就没有办法利用阵容 去抗的大桥了 只能通过你在局内的一些操作 以及开团的一个时机 这把对于西河的大桥 就特别考验 他放电梯的一个时机 他电梯只要放得好 不然GK一波技能砸下来 全部传回家 再个大招 再做回来的话 不然GK就崩了 我倒不担心 西河这边的一个大桥电梯 他已经打了11场 是他打的最多的辅助了 而且胜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超过了50% 倒是酷鞋这边老夫子 因为就只有他一个人开团嘛 而且是他一个单前排 看酷鞋在团战里面的一个效果 能不能打出来了 再来看一下Franchi K 其实他们的一个上半途的强度还不错 纳克路的篮区应该是可以稳住发育的 对 他们对线期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不管是夏娥敦 就对抗路也好 发育路也好 包括中路 沈梦西这里的话 清线也没什么问题 整个Franchi K 发育都是OK的 而且能拿到一定的线权 那他们对于打野位 蓬蓬这把的纳克路路来讲 他的一个发育空间会非常大 而且吃经济会吃得更加舒服 确实 上路位置是个夏侯敦 是目前T0级的一个坦边 中路位置是木西清线快 然后可以去不停地去转边去帮 包括他前期可以去转上 帮助夏侯敦去拿河道之灵 然后帮纳克路守一下蓝区 然后到了一个第二波线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开始往下转了 这一把蓬蓬的发挥是尤为关键的 一下子点了一下 Franchi K和XYG的两个关键先生吧 XYG这里就是看西河 大桥电机的一个 他放的一个时机 然后Franchi K这里就看 蓬蓬奥克路路的发育 包括他团战进场的时机 对 那这场比赛我们在局内 更多的要关注到 NAC的一个刷野动向 包括发育的一个情况 还有他出装的一个速度 更多的会看到他的一个装备情况了 那XYG这边就要看他们团战 西河当中 在团战里面 他二技能放的一个时机了 依然还是Franchi K赢下小局 就能晋级到 季游赛胜者走 第一局失利的情况下 第二局希望他们能够 快速调整回自己的状态 而XYG要保持好 他们第一局的进攻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现场粉丝诸位 感谢双方粉丝的诸位 进入到双方第二局对决 开局的话 XYG这里做了一个换线 直接是让老夫子对到李元芳 然后马可上路可以去压一下夏侯敦 而且还能拿红buff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思绪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让秀斗的马可波罗在前期 对线上难受了 反正老夫子和马可波罗这两个英雄 不管是谁去打李元芳 前期都是要被压的 那就选择让自己家的C位舒服一点 正路位置 德服直接滚脸清线 然后抢河道之灵 没有抢过 9月直接交出了成绩 对 交成拿的 白时候在上路卡了一下 射斗转线 不过前期这第一波的开局 蓬蓬是顺利的拿到了自己的红蓝buff 野区发育还是挺舒服的 然后德服也 李元芳也是吃到了一个双线 目前核心位置的发育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是必然的 嗯 上路马可压着夏侯敦打 然后竞还可以配合去拿到一个线拳 全部这里直接被库杰拉了一手 库杰用二技能规避了一下李元芳 应激的爆炸伤害 一打二 免疫了一些伤害 是的 这样的一个换血 库杰还挺赚的 对 而且这样打到后面 等到老夫子四级之后 大桥也到四之后 不然GK 李元芳那一路对线就不舒服了 他们得要稍微往后 就是清完线就要往后藏视野了 对 可能抗压位就要变了 对 等到老夫子和大桥双四 李元芳就要变成抗压位了 他就要丢盘子清线 自己已经没办法去凶老夫子了 所以选择了换线呀 把李元芳和太野真人换到上路去 找马可波罗对线 但其实在这个时期换线的话 马可已经度过了他四级前 最难受的时候了 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马可都是可以拿红buff的 看到修斗 看XYG的选择 继续换 对 大桥老夫子先回家 然后再上线 拼命找夏侯敦 然后让老夫子和大桥这里去 现在要开始压李元芳了 继合差点经验 而且在换线 速度方面的话 XYG还是有优势的 大桥这边的一个加速 然后马可波罗有二 因为追对线的那一方 总是会慢一点 这波清完线李元芳和太野 藏了一个视野偷偷摸下来 马可是不知道的 不然GK在换线的过程中想顺带 控一下这条头龙 现在是发现了李元芳来到下路 是的 这波不然GK的运营做得很到位 藏了一个视野过来直接抓龙了 追对线追的特别狠 对 顺带拿了条龙 XYG是被迫换了一条先是主宰 下路周瑜来帮马可抗压一下 看这个线要不要再换过来 老负责和大桥坐电梯回去 看来是要继续办了 往下走了 但看弗然GK这里 提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而且这波视野 他预判了一下 藏了个视野 然后悄悄的李元芳和太野往上赶了 这个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这样的话一上来又见面了 你好你好 马可又看到你了 秀多想着 哎呀怎么又是你们呀 然后老负责的大桥下路清完线 赶紧往上跑 继续去找李元芳 继续换 咱这样的一个换线四分钟了 这样的换线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个必要已经不大了 马可接下来就留在上路 还可以吃一个红霸舞 还挺舒服的 但是一定要帮马可 稍微的缓解一下压力 毕竟人家是两个人在压 马可进化已经被太野镇人 逼得出来一个大招直接转上去 把阿改的状态打散 护鞋直接绑 阿改交出一个大招 但XYG再卡太阵人 大招时间结束 大招细合再把人摇过来 这波运营上的处理 XYG 他是选择让周瑜去下路补线 然后老夫子和大乔过来 打第一波四级的节奏 这波还想说那些入侵也虚 但这波反正这个选择 反攻把人赶开 而且蓬蓬是拿回了自己的蓝buff 并没有被入侵 这个节奏又是被XYG握在手里面了 看一下刚刚这波回放 队友已经在支援过来路上了 所以秀斗上去勾引了一下对方 太一舔过去直接就反打 老夫子再支援过来 然后再等 等阿改 这里复活时间结束 直接激活掉 一血还是让马可拿到了 马可有一血还有红buff 发跃还挺舒服的 3400的经济 下路塔是XYG先行拔掉 马可在藏视野 他藏着敲敲过去 刚才塔兵线退掉了 然后老夫子和大乔 直接守在塔下 还是没让弗兰吉 可以李元芳找到马可 再到中期的时候 这马可成型之后 李元芳和太一真人 他们的一个对线优势 就发挥不出来了 这场比赛有点像躲猫猫 两边射手躲猫猫 对XYG他这里 马可一直在躲 然后老夫子在追德服 一直在追德服打对线 德服也在藏视野 然后去抓对线 但在这个过程中 哪换得过人家大桥体系啊 下路位置秀的有抗压 上路的兵线已经带了过去 想要继续控蓝区 蓝buff要刷新了 纳赫鲁现在还在红区 等办 骨子操里面先猫一手 直接让九月 逞完再坐电梯 可以走 回去 彭彭刚刚这波是真的没办法了 对他们就选择中路 硬开了一波 想找林梦的麻烦 但林梦终于很果断 交了一个闪现 有什么东西 这个大招还没有达到血量 中塔是让秀罗马可波罗给补掉了 中路线补掉了 下一条暴君刷新时间20秒左右 看一下在这条暴君前 那边是各占据了一片视野 保住马可波罗先拿红 酷鞋悄悄的来到了右侧 核道草 看到有个百兽 百兽这里要进来 可能会直接被绑 一个大招 绑太一只人 终于把火扑过去 酷鞋在坐着电梯可以回去 再点大招过来 想要拿这条头龙 拿头龙打架舒服啊 对 把弗兰GK 两个前排开始的人 全部打残了 对的 双残回去的话 这么就少人了 酷鞋还往里站 哇 好惊险啊 对于弗兰GK来说 这个阵容到后面打团的话 弗兰GK就是拿XYG的大小体系 毫无办法 他没有强之位 因为在蓝色方前三楼 已经出了 夏侯顿 娜可 露露 加上沈梦希 你能够做一个counter的点 就是你的夏半途 他只有通过在人 坐电梯回程之前 打一波高爆发 对 把人秒掉 沈梦希 李源芳和娜可露露一套 再进电梯走 毫无办法 就这样白白的 在首塔的过程中被消耗 这时候大桥四楼拿的 葡萄堂是 经过了深思熟虑啊 可能最开始都没有想到吧 看到对方后续把盾山扳掉了 哎 没天敌了 好 那这个时候大桥在红色方四楼出了 弗萄基哥在BB上唯一能变招的一个点 可能就是 在四五楼的时候 游走位上面稍微变一下 拿个张飞 拿个张飞会好一点 上路的塔要被这个炮车点掉了 大桥体系这样推塔一旦是节奏起来的话 很难去反制啊 你要提前去预判一下他可能会带哪路 然后蹲他一波 对本来 XYG的擅长体系里面就是有一个大桥体系的 来了 这一波想打架 然后酷鞋往前探 又是把阿改 在出榜的同时放了一个电梯 就消耗一波 然后走 清线 五个人再下来 继续消耗 逼了百兽的大 刚刚这波阿改是没有交大招的 但是这波残起来就得回去 对 XYG通过这种平凡的打状态的方式 就跟弗萄基哥拼续航 利用大桥的电梯来回传送 然后不断的把弗萄基哥的人打回家 他们就可以去获得现权 获得一些中立生物的资源 直接转大了 逼出了百兽的大招 把闪线也逼了出来 血量压残之后 马可再坐电梯回家 拼一个上线的速旅 人家有大桥电梯回去 然后出门的时候 还顺带加一手移速 这是弗萄基哥比不过的 这把就变成了一个前期在躲猫猫 然后在中期的时候开始拼速度 但拼速度 弗萄基哥有点拼不过 如果说一直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 去打太乙的复活被逼出来 那李源芳他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不能站得太靠前去打伤害 彭彭也得靠自己的操作去打收割 难度是比较大的 现在彭彭把破军刚刚是做了出来 对 弗萄基哥可以尝试找机会去拼一下 但这一波彭彭被上路兵线牵制住了呀 那这一条龙就拿不了了 看什么东西这颗雷 林梦的火收下了 比较危险啊 两个人打完龙状态残了 再做一个电机回去 两个人打完龙状态残了 正面泡沫一个大招 拍空了 被XYG闪现躲掉 把夫子这边捆到是纳可露露 那XYG想激活也是有点难的 就说九月找了一个机会 偷偷摸了进去 直接是收掉了纳可露露 那这一波XYG是打了个零换一 其实弗萄基哥是想抓机会的 因为纳可露露是有破军的一波强势期 然后看到西河的大桥回去了正面少人 他想硬拍一下 但是当时XYG这里终于是有闪现的 而且马可又位移 一下子就躲掉了 是的 而且这波马可进化都没有交 扩鞋的反大也是越过了阿改的太乙 大到了蓬蓬的纳可露露 林梦在这局当中他为了求稳 他还补了一个辉月出来 规避掉纳可露露那波爆发 如果说纳可露扑他的话 他直接辉月 先吃你一套 他们这个阵容 只要想着对面的一波爆发就行了 只要把纳可露露的一套爆发 规避掉 那就可以做一个电击回去了 那就是他们反大很舒服的一个时间了 确实在阵容方面 弗燃GK 在蓝色方稍微有点难受 还是要等一个机会吧 XYG选的是继续控蓝 但这波 准备进去 是由马可波罗反掉这个蓝buff XYG阳弓上高 给到弗燃GK一点小压力 然后中路让周瑜慢慢的放火烧中塔 这个蓝buff没的话 蓬蓬有点难受 他就不能平凡的使用技能去赶路 对 要保证自己的蓝量 万一有一个突然的团战 蓝量是不够那就很尴尬了 中路位置 铺火有龙在消耗中路外塔 老夫子直接绑一个太矮真人 又是配合周瑜的火烧一下伤害 把状态保持住 再坐电梯回去 老夫子加上周瑜的搭配 有点像烧烤架 对我们就看他们的一个上限速度 老夫子这里一波团打完 电梯坐着状态补完 已经到中路河道了 太矮真人才刚刚从家里面赶出来 这就是XYG在这一局中期 他的一个运营上的思路 就是通过大桥的电梯 不断的去消耗你的状态 我也不是为了把你人打死 因为打死的话可能 可能会在团战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打残就行 打残我就不容易出事 打残即打死 你再回去的这个时间段 XYG能做很多事情 对他们就可以把整个河道的视野掌控在自己手里面 对的 视野野区 包括兵线也可以运过来 老夫子绑一个下欧敦 马可在后面打消耗太矮真人闪大 炸了三个 那九月进场 直接是先打出了太矮真人的一个复活 原地在首一波诗 百兽 一个一技能 想配合大可露露 哎呦回去了 可惜全部回去了 再过来 蓬蓬伤害有点不够也没能受掉裤鞋 这一波XYG的团战配合非常到位啊 正面是先把百兽这边打残了 然后在追击的时候 他们坐电梯回家 再来打第二波 有兵线 顺着兵线又把圣路高地拆掉 想要一波 因为目前复活时间有点久 远方滚脸 想秒李梦 李梦一个辉远 直接规避伤害 那么德服就是被秀斗反秒 清风也倒了 可以一波 让我们恭喜XYG 拿下第二局比赛胜利 这一把在开局的时候就说了 非常考验西河大桥这种电梯的时机 果然他没有辜负大家 不负众望 是的 这个电梯放的很绝 尤其是最后一波团战 而且这一局XYG并没有上头 他们是一直在慢慢打 没有给到对方机会 而FrancicG这局依然是非常可惜 没有拿下胜利 对 他们其实只要赢下一小局 就能确定晶级 就在胜者组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分析 XYG先拿赛点 刚刚解说系也聊到 这一局的XYG一点都不着急 我觉得他们战术布置得很好 因为他们这一把其实双边 其实按道理来讲是 如果是边路对边路 射手对射手 是被counter的他们钱东西 对 但他们很灵活的做了一个换线 马可打到夏侯 然后老夫子打到李元芳 直接从双边裂变成双边右 我觉得他们这次换的很漂亮 开局的一个布置 就让他们前期很好的度过 并且也是 在B班位上是针对了 那个FrancicG的阿改 有三个位置去搬掉了他的游走 就是很限制他的一些 鲁班大师孙并和鬼谷子都搬掉了 最后的话 阿改这边是补了一手太乙真人 更多的是来帮助队友去提升容错了 滚点经济 这把很漂亮 反正我觉得他们现换的 因为前中期的话 沈孟希肯定是 配合那边的线上优势 然后打一个压制 那这边换完以后 沈孟希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他其实不管是去抓马可 还是说去管老夫子 他都不太好管的过来 首先马可波罗那边自己就能跟夏侯敦玩 而且他还能够说是 更早的出来吧 我觉得更早的就是成型 然后出道末世出来带节奏 9月这把用的是镜 现在前两局镜蓝都用了 而且也像解说说的一样 他这把大桥的圈反正给的挺漂亮的 对西河的大桥也是他的招牌了 是本赛季他出场次数最多的英雄 现在是出场了12次 嗯 只有一波嘛 我看那个露露出了破军 拍进去我都以为那边要灭了 刚好圈和尚了 对就是很关键的一波 因为只要是蓬蓬这边 他一套爆发能打出来还行 如果打不出来被做电底回去 那几乎就没得打了 因为正面你受于扑个火过来 我把火扑过来 原方的速度环境很差的 夏侯敦也因为经济太低了 他扛不住 所以这个也是在前中期埋下的坑 他们的经济太低了 对 只用13分45秒 就终结了比赛 很快 这个话真的很快 有点不像XYG了 其实像最后的 对 主要是因为是主宰先锋的原因 你上路那个龙斌你管不了 他不太好亲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依然是给到了XYG 西河 西河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十次MVP 目前排到第四名的位置 那就意味着在我们前面差不多的第一页 MVP排行榜上 除了紫阳之外 又多了一个西河 对 而且西河的大桥 他大桥的次数也很多了 他玩了最多的英雄了 对 这个赛季 绝火 也算是一个核 因为确实以大桥为主节奏 需要去带动全局的 而且你主要运营起来 你不到15分钟就把对面终结了 对 更多的还是像瑞瑞前面说的 前期的一个换线 把对面打得很难受 对于自己阵容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是 这边他也很难受嘛 被烧的 然后看到那边 露露好像也是在一个绕后 这样体现去留人 也是早了 早了 所有进来的人 几乎都是被烧个半血至少 然后剩下的话 你如果想再走 就不一定走出去了 还是那一点 那和露露那一套 如果说第一时间没有秒到人 就后面就没有什么 没悬念了 对 嗯 这把缝人机可以演示 在离自己胜者组织有一局之遥的情况下 连续两局 感觉都不在状态 我们导布老师还做了一个这样的箭头 给大家指引 是两条曲线 就是他他是在告诉你换线 然后这边也打了个出其不意 老夫子从瞎路跑到了上路去跟困人 因为这都是一些 你所谓的正向的一些思想 就你觉得我可能一定会在那 对 然后等你什么东西支援过来了 我直接传走 对 这是这是唯一的一波吧 GK想找到机会去打回来的一波 我看后面就不好找了 然后他是会抓着你的思想 你总是觉得就是我习惯这么做 但我不一定会这么做 好的 本局呢 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XYG的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中塔 嗯 卡人卡人卡人 没大招没大招没大招 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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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了 鸟在右边 鸟在右边 哎兄弟们这不不好啊呀 下一波能走吗 闪大了闪大了闪大了闪大空了 这哎 你们看着它过不去了兄弟们 你换了鸟了 摸不到他摸不到他 整顿一下整顿一下 那圈在墙边 圈在墙边 哎 这不好这不好动 我今生他 给高低压力收到 下高压 老夫子来给我们留视野 老夫子给我们踩视野 压下高兄弟们 他鸟要偷的话 真没开始动手啊 我没干扰不过 你们看着情况不过 先打一下我先打一下 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好结 哎看老夫子的位置兄弟们 跟着老夫子打 这位置不是那么好兄弟 散战了 回来坐圈打兄弟们 回来坐圈打 急我太一急我太一 坐圈再打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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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波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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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速兄弟们有加速 冲人冲人 猫猫猫猫猫 能留吗这个猫 留不住留不住 别急别急 下来我先 15秒大 逼人 逼人 断猫断猫 逼人断猫 没线线还没到 杀驴猫 拿水 那次那次那次 5秒大兄弟们 坐来打 对对对 这个是误道了吗 我的又带了一把线 这个一局语音当中 西河到底能说多少个兄弟们 你发现西河他的指挥风格 跟其他的选手也不太一样 对 他是铺的很满 但也不说是那种声嘶力竭 就是在那种 队员都比较 舒适的一个区域吧 可能就是一个 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 而且还得看英雄 因为这一局的 他的一个指挥 感觉更密 会是因为拿到了大桥 他需要做一些全局的指挥 可能拿到一些可能 边功能型 或者是保护的 他就不一定会收那么多了 复合 对 拿到合了 就会多说一点 对今天我们赛前聊的复合的话 像这一局西河的大桥 也是配得上这个名称的 是 那现在佛山GK这边 就得替他们 真的得替他们召召极了 离胜者组只有一局之咬 还不是一场之咬 现在被XYG拿到赛点 难道说真的要把主动拳 交到广州TG的手里吗 对于佛山GK来讲 肯定是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局面 我觉得在下一局 他可以更多的 把阿改的优先级提一提 就即便是给他拿 抢去抢一些 或者放一些开团型的游走出来 就是要去帮他营造一些 这样的一个 那个版位和选位 对 你可以发现今天葡萄糖教练 对于阿改是很有研究的 班调的孙并 是阿改出场次数最多的英雄 然后鲁班大是排第二的 鬼谷子 阿改是两战全胜百分百胜率 就很针对嘛 班符合抢 强符合 对 他把那些所有辅助班完以后 抢了锁大桥 嗯 牙齿了阿改这一分 你看就是针对而来 对对对 所以花楼教练这边BP的优先级 可能要调整一下了 对 好的 青阳KPL 头部赞助洗户品牌 巨蟹控油 静爽有行 购物为旧Carry 青阳助你卖向世界之巅 不水水就喝外星人店解脂水 来斗鱼直播玩KPL梦幻组合 Pick你看好的选手 组成你心中的梦幻阵容 即可换取积分 获得荣耀水晶等豪华大礼 为庆祝虎牙KPL直播间 破千万订阅 11月28日来虎牙直播 观看KPL赛事 即有机会获得荣耀水晶 孙上香一届灵器等皮肤大礼 非常多的活动等待着大家 那现在XYG是已经拿到了赛点 弗兰奇可以离自己的胜者组 只有一局之遥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这关键的第三局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XYG拿下 就直接带走了 是啊 我觉得GK今天状态 有点不太对吧 要快速快速调整一下了 前方现场准备就绪 稍休息马上回来